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就男囚犯要剪頭髮的司法覆向 早前終極勝訴 中審法院拒絕批出暫活令 下令懲教署宣布 剪法規定違反性別歧視條例 中審法院在去年11月 裁定懲教署的常規令 要求男囚犯頭髮要盡量剪短 違反性別歧視條例 懲教署時候申請6個月的暫活令 說需要時間研究不同的方案 但中院指高等法院袁仲廷 早在2017年判梁國雄勝訴 雖然上訴庭一度推翻結果 但事件歷時近4年 懲教署在2017年 已經說會研究不同方案 改善規管男女囚犯頭髮長途的制度 而終極裁權亦早在去年11月頒布 難以理解 為何懲教署仍然需要6個月的暫活令 拒絕處方申請